离婚五年后,我故意开豪车去前妻家炫耀,老人说,她死了五年了。 看过了世间多少的人行事故,听过了凡尘多少的流言蜚语,但我们的心血也经常以物喜,以以悲。 如果你看惯了别人的故事,那姐不建议多一个我的故事。你有酒,我有情怀。 这是第五年,也是我女儿这个时候的年纪。 这是离婚后,五年里第一次来到她的家乡,她的家乡还是那样的美,绿油油的油菜花,红绿相间的花,还有那村庄里冉冉的炊烟。 我开车来到村头,图拉屋旁的白蓝树还发住嫩芽,她的粗干上依心能看到那几个字,不就长相厮守,只愿夫妇和求。 在阳光下格外刺眼,我想起她的笑,心中隐隐作痛。 那天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,我在工作时突然昏倒,后来送往医院救治。 我的病把家弄得一贫如洗,父母为了我的病卖掉了家里的房子,但依然还差很多。 最后一个远房的大伯伸出的手借了家里一笔钱,我才挺过了难关,我想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帮助,或许我已经不在了。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可接下来带给我的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她要和我离婚,还带走了我刚出生不久的女儿。 她说,怕女儿跟住我以后会吃苦。 而我也有自知灵,因为现在我确实没有什么了。 她还说,她的初恋一直在等住她,也不介意她有孩子。 离婚后,我度过了一段低迷期,接住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,我开始疯狂地赚钱,从最开始在工作中学习,到最后辅助时间地开始创新创业。 我心里一直在想,只有我有了钱,我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我不得不承认,我赚钱之后一定要让她知道,我没有她活得更好。 这天就是我来炫耀的时候,对,这是我当时的心态。 进了村,我开住豪车驶过并不匡的土路,其实我本可以走路过来的。 看到熟悉又陌生的土房前,房门锁上了,应该是出去了,前面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。 老人看我一直站在房门前不走,问我找谁,我告诉了老人。 老人说,这家子,命苦呀,爷爷奶奶带住一个孙女一起生活,女儿去年纪轻轻地就走了。 我很是惊讶,我觉得我是不是听错了,我急忙确认地问老人,这家的女儿去哪了。 老人说,这家有一个遗传病,本来是不容易会发生,可是这家女儿却不幸患上了,最后一家人偷够了钱,却被女儿不懂事把治病的钱输了,在五年前就病死了。 那时我仿佛听不见其他的声音,心里很平静,很平静。 我有点懵,我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的家,一路上都脑袋空白,到家后,我问我妈妈到底怎么了,因为当初是母亲转告她的话,而我并没有看到她离开家的样子。 妈妈最后哭住和我说,当初我重病家里的钱用光了,哪里的钱都借了,其实并没有什么远房大伯,而是没办法会勤拿出了自己治病的钱帮我把费用交了,最后怕我又想办法给她治病就和我离婚,不想给我负担了。 最后求我妈妈不要告诉我真相。